韭菜盒子几乎人人都吃过 但土豆盒子很多人不知道 今天强烈推荐一款超级好吃的土豆盒子 早餐店火到爆排队买 做法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首先和面 200克面粉加2克盐增加筋性 用110毫升温水搅拌成面絮 加入5毫升食用油 揉成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 面团揉好之后 盖上盖,饧面备用 现在来准备馅料 准备两个大土豆 清洗干净,削去外皮 然后再擦成细丝 再切一根青椒增加香味 然后加入少许食用油,搅拌均匀 加入盐 花椒粉 辣椒粉 进行调味 花椒粉我们尽量放得多一些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现在在按面上多撒上一些干面粉 饧好的面直接拿过来 不用揉,搓成长条 再切成8个 打小均匀的面剂子 把所有的小剂子 都揉成光滑的小面团 揉好之后 按扁 再擀成长方形的薄面片 在面片的一端放上馅料 控埋处再刷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饼子的层次会更加丰富 两边向里遮叠一下 这样可以防止漏馅 先把馅料包起来 再紧紧的卷起来 边缘处用手指打包 这样可以防止散开 非常简单的土豆盒子就做好了 店面铺提前预热刷油 放入土豆盒子 上面再刷一层食用油 这样可以锁住水分 口感更柔软 店面铺的火力非常小 我烙饼的时候一般都是大火 我们大火烙一分钟 然后翻一下面 盖上盖,再烙上一分钟 喜欢吃土豆丝脆脆口感的 我们可以少烙一会 喜欢吃土豆丝面面的 我们可以多烙一下 最后烙到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啦 刚出锅的土豆盒子 表皮是金黄酥脆的 稍微冷却一下 表皮就会非常的柔软 里面层次非常的丰富 咬上一口 又麻又辣又香 还有青椒独特的香味 真的超级超级的美味 我最喜欢面面的土豆 入口计划真的太过瘾了 一口气可以连吃四五条 吃上一个月也吃不腻 做法超简单 喜欢的话就试一下吧